我 幹杯 話題人物 對號入座 坐哪裡 連霸第一排 耶 我們歡迎在今年 許勝籃球不容易 兩位連霸的教練 UBA的政大陳子惠教練 光復高中HBO的陳定傑教練 歡迎 大家好 其實今年學生籃球不容易 因為我突然才發現 開錄的時候我們才發現 今年所有學生籃球的球隊都是連霸 男子女子大專跟高中 那我們當然啦 我們今天先來討論高中跟大專 陳子惠教練三連霸 定傑教練二連霸 我們要先跟定傑教練先對不起 對 我們錯了 我們在之前HBO開打 決賽開打之前 我們做了一個預測 那時候呢 大家一面倒 還不是只有一些許 就一面倒看好是松山會拿冠 我不會告訴你 馬姐跟賈凡教練也都這樣 對對對 那但是光復高中很不容易啊 還是拿下了二連霸 我相信有蠻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來分享啦 不過呢 我們首先要恭喜請大家 來來來來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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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一定要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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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恭喜 今年喔 這個感覺上 好像大家都有連霸機會 可是又覺得好像 在今年像鎮大忌碰到了一些困難啊 在副賽的時候還有二連霸嘛 那光復不用講 大換鞋之後陳匠霜不在 今年確實一度出離球 看起來其實蠻棘手的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 我就想問的是 你們相信你們自己今年會連發嗎 就是在 開打前 冠軍戰或者是在整個球季開打前 你們有想過說會連發成功嗎 自己相信這件事情嗎 我是不相信啦 因為我給他們的任務是一步一腳印 就是每個階段每個階段這樣走 因為一開始其實給他們連發壓力 對學生球員來講 尤其是高中生 他們心智比較不成熟 所以他們其實會有蠻大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 只要我們有自信心 我就跟他們講啊 每個人把每個人角色扮演好 連發自然就會來了 那紫薇呢 呃 你不是在那個 我們在球場地排回覆過的時候 你還錄著說我現在是二連發的球隊 哈哈哈哈 I win 必勝 對 相不相信會不會拿連發 我覺得這個講的會有點太多啦 因為我覺得有自信 然後但是我們 還有很多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 就像去年其實我們 在二連發的時候 其實張正牙跟丁恩迪 這兩個點真的是 對我們來講的幫助是很大 所以一畢業之後 一離隊其實對我們這個賽季當中 算是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有自信是沒有錯 但是真的要拿到三連發的時候 其實當然會信眾 還是有一些問號啦 欸我有一個問題 就紫薇你今天來是不是 同時我一來的時候 我看你就想要來那個recruit 來想來招募 沒有我今天就是特別為正銘學來啦 哈哈哈哈 丁傑叫那個是木柵人 欸欸 木柵人 對 木柵人 木柵人 你現在開始在 人親親親親 你現在開始在翻翻機就對了 從小趁大是我的花園 哈哈哈哈 還有 紫薇剛才其實講了說 他認為在今年一開始的那個想像 跟實際打的時候碰到的狀況很多 你呢 其實我們這陣子一直連勝 那是我沒有辦法想像的 然後尤其是到最後兩場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都覺得我們不會是冠軍 就像我跟他們講的嘛 你們十五連勝 但是有人 有節目預測你們會冠軍嗎 沒有 所以代表說你們其實 我預測到我一直相信你們冠軍 哈哈哈哈 我一直對你們的球員都很感興趣 很有信心 沒有沒有 很感興趣 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像你黑說你心裡 你 大家不看好你們嘛 是 可是其實大家都看好政大喔 有嗎 有啊 你看網上投票 七成八成都還是覺得說 你們一定會過勢心 會過漸行啊 其實就是 我覺得 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說 呃 我們在 八強的時候 排到第三這個位置 其實後面的這二連敗 其實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一個 轉類點 這個球技一個轉類點 不讓傑哥可以全勝瘋芒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我記得在過去在進行連勝的時候 孟祖也有 曾經有過就是 他可能這樣比賽 他都真的輸了 他就 他也沒有說我一定要贏 他就讓球員知道說 你們是有可能被擊敗的 做教練的都會有這種心態嗎 就是其實不太適用球隊一直連勝 因為連勝有時候可能 球員他聽不進去 球場上有一句話 就贏球自白兵 對 這是這邊講的嗎 所以 所以 對不對 所以贏球之後 所以贏球之後會有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檢討啊 就來政大跟我們打就好啦 哈哈哈哈 心態就 多觀察一下 對啊 就心態就把他擊潰掉啦 先把他擊潰掉 就知道回去好好練了 欸我兩位的私交好嗎 兩位彼此熟嗎 我們常通話啦 哈哈哈哈 都談到學生的 對 談到學生的問題 我 我其實很早就遇到 紫維 紫維學 學長 我們那時候我去南山練球 對那紫維學長 我應該沒欺負你吧 對 哈哈哈哈 你可能說紫維學長 你在高中的時候很兇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對沒有啦 對學弟的要求 其實還蠻嚴格的 對啊 所以那時候我都覺得說 所以他後來就決定不來南山 哈哈哈哈 我去形容 對 哈哈哈 你們兩個自己覺得 本學年度印象最深刻的 一個比賽 或者是一個時刻 他可以是練球 或者是也可以在比賽 任何時刻 你印象最深刻 然後讓你在最後 在這個學期 最後是可以拿到冠軍 你覺得是有直接的關係 我的不是比賽 我的是就是 我們在二連敗的時候 然後 莫巴爺 他就私底下來找我 要來跟我談 然後就談他的想法 他來這邊打球 每一個人都在跟 每一個外籍 每一隊的外籍生做比較 他每天都是 想盡辦法 不讓 不讓對手的外籍生 數據比他漂亮 或者說 在攻守兩端 限制對手的外籍生 他一直都在做這樣的努力 他說 他說 這兩場球 他 甚至說這一季 他看不到相同位置的人 去限制同位置的人 比如說 艾哲 你是最好的後衛 但是你 高經緯的數據比你漂亮 高經緯的數據比你漂亮 哦 他還去看其他隊友的 比如說 彥廷 陳江露的數據比你漂亮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限制他 他就說 我們球員缺少了那個鬥性 那我覺得由球員 重視這個問題 由球員去講 那我覺得他們會更 更有那個 有感 所以是他跟你一對一嗎 還是他跟全隊 他先跟我一對一 然後跟全隊 然後他就是跟你講說 他想要把這件事情跟 跟其他隊友講 所以他就在練球結束之後 跟球隊講這件事情 他是先 問我這樣做可不可以 那我說 很好 我說你剛剛講這些 怎麼都沒有跟他們講 他說他先 走不早點講 他說他先 問我這邊可以的話 他就去做 因為可能在美國 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可能就是蠻尊重這邊 那我就是 我覺得很好 哦 那你們的團隊 算是很成熟 對 很成熟 就是剛好 這一批球員 他們能夠去 感慨 地點教練感慨 對就是換一種方式 因為球隊有好的領導人 教練會很開心 今年反而是 莫巴爺的領導人的氣息 就把他展現出來 有他在冠軍戰的時候 就有一個肥撲出去救球 我就替他捏把冷汗 所以我就覺得 哇他這個球員 真的是很有鬥志 想拼想贏 對 球勝欲致旺勝 那那個 定潔教練 其實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明俊他在八強 對宋山那場球賽 決殺 對那場球的決殺 那其實 明俊他必須是 遺囑的出生的 桃園人 對桃園人 記得很熟 桃園人 他那場球其實就是 在將雙畢業之後 那 他也算是我們的 接班踢隊的其中一個 重點栽培的選手 那 對 那他那顆球 我相信對他的未來 其實對他的幫助是有的 所以呢 我們要再來問一下 冠軍戰前一晚 你們都做什麼事情 有一些儀式 還是說就是 催眠自己要睡覺 會睡得著嗎 正常睡覺啊 那只是說看完以後 我就覺得 哇 南山好厲害喔 對 那所以也是 不能 不能跟小朋友一樣 一樣就是宣導嘛 南山其實 也是有備而來的 在四強裡面 然後最後一場球了 我就跟我的教練團講說 OK 我們就把他放鬆拿出來 所以我們第一節 就把區域放鬆拿出來 這是 我們整季的第一次 我講的 我要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 就算 我這場球不幸出球 但是那 也是我進了最大的 努力跟力量這樣子 哲恢呢 前一天的時候 你第三次進小巨大 應該說這連續三年 對連續三年 你每年每年 在進小巨大 前一天 都做一樣的事情嗎 還是你有沒有疑似 或是你迷信嗎 冠軍賽的時候 就是之前泳人嘛 不是說沙士 我這次特別買三瓶沙士 我就看說 三瓶沙士 他來 上禮拜天來的時候 我們就很常帶沙士 我那時候就想說 你該不會也學 對 我就學 想說什麼招就要用到啦 他有鳳梨沒帶 沒有沒有 我幾年用沙士 我這幾年用鳳梨 我都覺得 鳳梨銷量變好了 各隊都在用鳳梨 沙士 高中隊現在各隊都在用鳳梨 你說你只要進小巨大就帶鳳梨 他有一個鳳梨放在旁邊 我們每一次的每個階段 就一顆鳳梨 不同鳳梨 不然不同鳳梨 因為鳳梨也放不掉 鳳梨會壞掉 然後再一顆運氣好 就盡量留著用 如果我們玩的時候 這個結論譬如說 好打了好 你會把它就是 弄來吃嗎 還是 你會殺你under了嗎 不會啊 我們就把它種起來 弄個盆栽把它種起來 唉唷 就是取之於自然 就是 歡愉自然 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種起來 盆栽上面是鳳梨的汁葉 然後把他掛錦牌 把他掛錦牌 對 這個是冠軍 我是自小 冠軍梨把它掌在那邊 我們當然會有一些迷信 但那我們像 像我們球隊選鳳梨的話 就是那個家境最好的去選的 因為他本身命好嘛 對不對就去選一個鳳梨 這麼僅僅 他講命格 講命格 對 出聲就是含金當成出來的 但是 含金的 來來來你去選 我們也是會去拜拜 其實拜拜這件事也蠻重要 但是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穆斯林啊 基督教啊 拜拜的 所以三方都要照顧他 所以我們都一次到位 不要漏掉任何一個 剛剛講到沙士嘛 就本來上半場的時候 打的是平手 然後翔哥一進去就跟我說 先開沙士來喝 先開沙士來喝 然後就 然後就先開沙士 然後有三瓶嘛 我們還有一個總監 然後總監 已經要出場了 剛沒喝沙士 然後他又趕快衝進去 再把沙士喝完 對 然後就把那個 學到 該做的東西先做完 又學到一招了 又學到一招了 紫薇除了在喝沙士之外 然後今年 因為你記不記得有一次 我忘了你聊什麼 然後你說你最近不吃肉 球季當中會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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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季很長欸 蠻長的欸 大概11月底開始就吃素了 到3月底 習慣了啦 當然也 但是也沒有 這幾年都這樣嗎 這幾年都這樣 這幾年都這樣 所以有 我們打假二那一年 其實我是一整年沒吃素 沒吃 就是吃素 但後來進假一的時候 然後那個江總請牛排 我沒辦法吃 請那個很好的牛排 我看他們吃 我就覺得 以後還是球季 球季吃素 球季 哈哈哈哈 剛剛不是講穆斯林嗎 對啊 那你是答應他們 要跟他宰解 體驗一下是不是 就是冠軍賽前 莫巴爺就是 就是 開打前的時候 你們應該要體驗一下 我們的感覺 莫巴爺是姓回教的 對 就是他是 顧斯林 他其實就是 早上5點前 都 5點前 5點後之後都不能吃了 就天亮的時間都不能吃了 然後晚上是6點多 1點才可以吃 所以剛好我們都打7點半了 所以還好 賽起來還可以吃一下 還好 然後 然後 然後他就在冠軍賽前 就跟我說 你們應該體驗一下 我說好 然後冠軍我就 陪你 我陪你 然後陪一天 哈哈哈 感覺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 就是 睡得特別晚 就是沒有 就是說 你不吃東西都還好 但是你沒喝水這件事情 其實 也不能喝水 不能喝水 連那個你要去打 打點滴打針都不行 就不能 有東西進去 因為他 他有 賽前有點不舒服 要不要打到不行打針 不能打東西進去 他很嚴格 很嚴格 然後 不喝水的時候 剛開始牙齒感覺有點 酸酸的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有一點 嘴巴會有感覺 就是一直都很 然後就後來 他後面就比較習慣 我現在是吃早哉 終生早哉 蛤 什麼 因為我就是早期做了一件事情 我們那時候是我成軍第二年 然後我們去那個要打預賽的時候 然後我們對我們那場 我們就是大概那就是要贏三名 我們才可以晉級 後來我就跟他們講說 那我吃一年樹好了 然後去城隍廟喔 去球喔 結果我們真的贏了 贏了以後我們去招生嘛 招生就中午啊 人家請吃水餃跟玩家就尷尬了 因為水餃你又不可能 不好意思我直接吃素 然後我要一碗陽春麵 也不好意思跟他這樣講 那時候就跟他抱歉 然後吃的比較少一點 然後回來就跟城隍廟 再去求說 那我可不可以一年的樹 改成終生的早哉 然後去拔貝 拔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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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 就同意 所以終生早哉是 從此之後你早餐 就是都是吃素的 意思這樣子 就是早上11點到11點 你不要看我這樣那麼大隻 但是我早上11點到11點 對我吃漢堡可能就把蘿蔔拿掉 晚上11點到隔壁 早上11點 這樣期間不吃肉 不能吃 看到肉塊 今天我們今天聊了很多 在連霸當中的故事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聊一下 一些球員接下來的發展 劉愛哲的表現非常出色 大家在討論他 他在拿到冠軍之後 終於拿到MVP了 但是前兩季其實他就是 算是隱形的MVP 他為什麼都不投三分 他其實會準 只是說他出手的自信心沒那麼高 然後 進球的經驗在比賽當中沒那麼高 所以他在比較關鍵的比賽 他寧願把選擇不出手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要長久的去練習的 包括說比賽 包括說練球 那其實我們練球也是一直鼓勵他 在練球過程當中 你至少一次的練球 兩個小時的時候 你至少要出手五次以上的三分球 所以你有規定他 有規定他 我記得愛哲我那時候看到他的時候 是國中生的時候 他是射手 我回去被鼓勵他一下 真的嗎 真的啊 我記得那時候我那時候看到他在宜蘭 宜蘭的時候 其實因為他跟曹正是學長學弟的關係 他也是羅東國中生 對對對 所以 那時候我們看愛哲的時候他是射手 其實我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就是說像四強賽曹勝或是說 八強的時候曹勝上對到四星 他其實就會客氣一點 遇到同學 遇到同學他就會比較客氣 就是比較 就是太好了 感情太好了 然後就是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果決去做攻擊 或者說防守端沒有像他守高經緯這麼狠 就是要跟李仲淡對位的時候 對對對 對 所以就是說其實這個 有一點關係 因為像林彥廷去守高經緯就守不住 因為感情太好了 然後林立對高經緯就會很狠 莊草正對高經緯就很狠 會有差喔 真的會有差 這是蠻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可是他們會要了解到 你真的上場的時候 你必須要全力一步 鄭明學 換鄭明學了 來來來來來 還是鄭明學你有要先發言一下 我來給你喝了 定潔先喝一口 來來來來 來 鄭明學 換鄭明學了 大家說他想屢外 呃他本身其實 他有那心想要出去闖一闖 但是其實說真的 鄭大其實對他的招募 其實對他 其實有一定的心動 對明學就是 我都跟他們講說 打球像誰都可以 就比較像定潔教練 因為你們一定要比我更好 這一次的進小區段 其實他兩場球都投進三分球 對 對 而且命中率很高 那所以說 其實就是朝著全方位的 現代的總統去做一個發展 因為我們一直希望說 未來的中華隊伍5號 應該是老外 那4號 應該要具備的是 三分球投射能力的球員 然後包含他的活動度 這樣指揮學長 就是這個很標準的 還有標準 中華隊 所以就是要來這邊 所以就是要來這邊選 來這邊選 對嘛 對嘛 對 來跟我學嘛 來對地方學嘛 對於我們來講的話 明學他從國三 開始跟著我們一起訓練 然後高中三年是 兩座冠軍 一座季軍嘛 所以我才說 在我的心目中 其實他就是隱形的MVP人權 就是這個樣子嘛 我真的以為 我真的想要幫他 練成Shaker O'Neill這樣子 但是後來我發現 他比較像Duncan 這樣子很公務人員 然後一場球10幾分 10幾籃板 然後他也願意去做任何的訓練 我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非常認真的一個孩子 這也是他的特質啊 你扎根嘛 我教花嘛 我在教嘛 扎根 扎根拎得好啊 對啊 養成計畫 紫薇哥你再Push一下 然後正品學留在台灣 留在台灣 我突然想到 你們在最後已經確定要贏球的 大概剩下一分鐘左右吧 我記得紫薇是把大四的學長都給 換下來 換下來 然後學弟上去 然後定潔教練是把學長換上去 兩個都是很有愛的教練 因為紫薇 收音很清楚喔 特別強調 一定要抱抱喔 一定要抱抱他們喔 一定要抱抱 然後呢 定潔教練有一個 我印象也很深刻 因為他要換人嘛 然後那時候 高二的球員在罰球 他還在那邊 恩宇在罰球 他長邊大喊 一定要罰鏡喔 罰鏡才能換人喔 特別要求 然後後來有罰鏡 兩個都是很有愛的教練 這個是 John Wooden UCLA 他們那時候有做到 所以就是我是看他們那個書 然後其實我們艦隊 基石就是團隊 從傳球開始嘛 其實我們覺得 這個東西還蠻有意義的 那如果是真的 能夠有這個機會 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希望可以去做到 然後讓學弟這樣子 他們學長感謝他們 這樣在這四年的奮動 把他換下來學弟 去做一個傳承動作 你覺得今年最感動 或者是覺得 最難忘的一個moment 最感動的故事有沒有 那其實大家都 自己想到說 可能球員啊 或是總教練光環 其實助理教練真的也很辛苦 然後包含 防護員啊 體能教練 他們現在都很專業 你說幕後的工程 就是我們整體的教練團 但是他們永遠就是默默在 幫助這個球隊付出的 因為球員也有光環啊 但是他們就是被 最忽略的一環 教練團是一定要感謝的啦 但是 但是 我們球隊比較特殊的就是 我們有一個 靈魂人物 江董 對所以 江董整體狀況還好嗎 其實就是我想講的就是說 他今年最感動的時刻 是就是說 在去年疫情的時候 他二連八是沒有在現場 對 所以今年最感動的時刻是 他全程參與 就算是已經很晚的比賽了 他還是願意做到最後 然後跟大家分享這樣的 贏球的喜悅或是最後的勝利 就很感動啦 他能夠那麼力挺我們 然後 為了這個球隊 付出了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 這個榮耀要給他 最後大家的冠軍感言 或是有沒有要對 下個賽季喊話 連霸感想 要拼四連霸嗎 當然一定是要努力啦 這是我們會努力的目標 盡力而為 學長們都 學長姐們或是學校 都很希望我們達成這個 四連霸的目標 但是 我一看他們比出四 我都 都會開始 對 可不可以先休息一下 心裡很懂 先喊 因為這就沒了 因為 因為你拿到一罐之後 大家覺得說 你二連霸應該可以吧 二連霸打成說 三連霸這個指標 對 三連霸就能達到 四連霸沒人做到 對 大家覺得說 你既然都做得到三連霸 應該四連霸也是蠻期待的吧 對 再 給我們一些調整的時間 我們會再往前 對對對 UBA改制之後 第一個三連霸的 球隊跟教練 很難 我感同承受啊 我們奪冠隔天 我們去學校 我們校長就喊 三連霸 三連霸 我心裡想 可以讓我們再好好休息一下 那個 我來幫他到 我來幫他 高中端的 就是我們的那個 大學端 服務 對 要靠高中端的教練 幫我們練好 練好 然後教給我們 拿到冠軍那天晚上 回家好睡嗎 就很晚睡 很晚睡 一直回訊期 一直直播 對 會訊息 然後看回放 還看回放啊 對 就是去享受 就是 贏球反而會越想看 訴求可能就逃避 就不會想要看 真的 對 真的這樣 逃避 我被泰山絕殺那一年 我大概隔了一年才重新看 真的假的 我覺得你會不想去面對 這種賽事 你什麼星座的 巨蟹 顧家 好 我們謝謝紫薇 謝謝定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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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Henry 我是紫薇教練 定潔教練 小弟排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